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中国潜艇飞速发展 美国潜艇到底还有多少优势 中国潜艇飞速发展 美国潜艇到底还有多少优势 VOA薛晓珊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 美国潜艇全面碾压中国的时代即将结束 美国应对潜在台海冲突的计划也将因此遭受重大影响 美国军事专家指出 美国在潜艇方面的绝对统治地位可能已经结束 但中国潜艇的总体质量和人员操作水平仍然落后于美国 在台海的可能冲突中 美国和印太盟友的联合水下作战能力 预计在2030年代将继续领先中国 不过他们同时说 美国急需大力投注资金到潜艇工业 提升潜艇建造速度 维护能力以及技术创新 扩大对华优势 中国潜艇技术和规模取得显著进展 华尔街日报11月20日报道说 卫星影像显示 今年初有一艘中国核动力攻击潜艇下水 该潜艇用洞喷推进系统取代了螺旋桨推 这是美国最新型潜艇上使用的降噪技术 首次出现在中国潜艇上 此外 中国已在南中国海和中国沿海 打造被称为水下长城的水下感测器网络 还派出更多巡逻机和直升机 从海上浮标收集收纳信息 从而更好地发现敌方潜艇 除了降噪技术的改进 中国潜艇的一些隐身设计 正在步入世界领先地位 美国潜艇专家H.I.萨顿 H.I.Saturn 11月24日在海军新闻发文指出 中国的039型常规潜艇 配备了独特的倾斜操作 我们现在有把握说 这是升纳引申技术的一部分 其他国家也在追求这一总体技术 但中国是首个实现这种技术的国家 萨顿在文章里还提到 中国正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建造潜艇 并且在建造潜艇的能力上 让其他任何国家无法匹敌 另外 中国还迅速扩大水面舰队规模 就舰艇数量而言 中国舰队已超美国 美国仍拥有世上最好的潜艇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出 中国潜艇的飞速发展 将使美军挫败中国攻台的任务 更加复杂化 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的核动力攻击潜艇 可能会被派往台湾以东 负责猎杀美国及其盟友的潜艇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Broken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 奈克尔 欧汉龙 Michael O'Hanlon 告诉美国之音 美中在台海的潜在冲突 很多可能在水下进行 中国试图击沉船只的努力 可能主要在水下进行 而美国阻止中国使用潜艇攻击船只的努力 可能也通过美国的潜艇来完成 他说 美国的潜艇将在任何形式的台海冲突中 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包括攻击中国的两栖舰艇 和突破中国对台湾的封锁 这些潜艇是核动力的 可以远离美国的海岸运作 不会受到地理劣势的太大影响 即使美国的飞机领先于中国 并且有隐形飞机 很多飞机也没有足够的航程 能够在西太平洋很好的运作 面对中国潜艇的飞速发展 欧汉龙说 应该可以说 美国潜艇拥有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 已经终结 因为中国的潜艇长期以来 一直能够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海军或商船造成伤害 在接下来的10到20年里 美国将不得不努力保持领先地位 不过 美国智库西格摩研究所 Sagamore Institute资深研究员 退役海军上校杰里 亨德里克斯 Jerry Hendricks 认为 在接下来的20到25年内 中国潜艇很难在整体质量上追平美国 他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的潜艇仍然更安静 在水中 声音能量的三分倍之差就可能相当显著 美国的传感器更好 能够探测到潜艇的能力更强 在对方探测到我们之前 就能够听到中国的潜艇 而且 美国的潜艇里的武器 在射程和效力方面比中国更致命 亨德里克斯介绍说 美国的潜艇自1950年代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美国海军当时是全世界第一支部署核动力潜艇的海军 此后 美国在五六十年代对潜艇进行了迅速的研究和开发 在七八十年代通过洛杉矶级核潜艇完善了静音性 然后在九十年代建造了三艘海狼级核潜艇 包括海狼后 USS Sea Wolf 康尼迪格后 USS Connecticut和吉米 塔特号 USS Jimmy Carter 亨德里克斯指出 即使在服役近20年后 上述三艘潜艇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潜艇 美国目前计划将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取代海狼级和洛杉矶级潜艇 成为美国下一代潜艇主力 其尽因能力有了较大提升并且拥有近海作战优势 亨德里克斯表示 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建造成本更便宜 但弗吉尼亚级仍然是一流的 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快攻潜艇 亨德里克斯认为 优秀的静音性能一直是美国潜艇如此致命和有效的关键因素 不过 他担心中国和俄罗斯分享这方面的技术和技巧 他认为中国潜艇静音技术的改善很可能来自俄罗斯的分享 以及对于美国的技术偷窃 俄罗斯在潜艇静音方面进行了重大投资 如果中俄开始相互分享这些技术和技巧 那对于美国海军将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中国长期以来在窃取美国的技术专利思想 然后进行逆向工程和制造 试图改善其工业基础 我毫不怀疑在潜艇生产方面也是如此 但是他又说 美国的研发和创新从未放松 尤其是在潜艇领域 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困难之一 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 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 Litro Institute for Aerospace Studies 高级研究员迈克尔达姆J. Michael Dunn 也认为 美国在潜艇领域相对于中国的主导地位 没有结束 我预计美国和盟友在2030年代 将继续对中国保持水下优势 他告诉美国之音 达姆认为 美国海军仍然保持水下作战的技术优势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 中国的潜艇已经达到能够在水下 进行反潜战所需的安静程度 和声纳技术水平 解放军在反潜战ASW方面取得的进展 主要体现在其反潜机上 比如固定翼反潜巡逻机KQ-200 或新型反潜直升机Z-20F 以及解放军海军使用拖液声纳阵列的水面战舰 然而 由于声音在水下传播的方式 深潜的潜艇才是追踪其他潜艇的最佳平台 但中国的潜艇可能还需要一代技术的时间 才能进行水下反潜战 美军潜艇人员操作水平等也超越中国 达姆说 在水下领域 除了技术领先外 美国海军拥有几十年的运营经验 培养出了世界上最高训练水平的潜艇力量 而中国的新潜艇和新技术的引进 意味着经验不足的解放军潜艇人员 可能会面临在复杂和危险的水下环境中 操作和维护这些潜艇的挑战 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廖弘祥 Homes Liu对美国之音表示 当美国海军和解放军海军的武器平台在数量和质量上相当时 人员素质等其他软性参数可能会发挥关键作用 中国在这一方面显著落后 他说 反潜战ASW是一个复杂的领域 情报 监视 侦察 作战规划 躲避战术等都可以共同促成反潜战的成功 这意味着武器系统远非唯一的决定因素 培训 条令 经验 士气 以及战略和战术领导力 将对于海洋主导地位起到同样关键的作用 但解放军在潜艇和反潜战的这一方面尚未展现其能力 因为他是一个相对新的参与者 2003年 中国361号潜艇在进行训练时 由于指挥操纵不当造成机械故障 挺上70名官兵全部遇难 今年10月 英国《每日邮报》引述英国国防部情报称 中国一艘核潜艇今年夏天受困于自己为诱补英美船只不下的陷阱 55名船员全部死于潜艇氧气系统故障 不过此事尚未得到北京方面的证实 美国坚实的盟友网络 相对于中国 美国还有另外一个更明显的优势 即美国的坚实的盟友网络 美国盟友和伙伴的联合水下作战能力 对于中国构成了显著优势 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的达姆指出 美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英国和其他盟国的潜艇舰队 目前总数超过100艘 超过了中国预计的潜艇库存 并且具有极高的战斗力 他说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反潜能力 在世界范围内是最好的 而且日本最熟悉解放军海军 在东中国海的操作区域 一旦与中国爆发热战 美国保持其强大的联盟 对抗解放军海军的挑战 将是明智之举 与东亚及其他地区盟友和伙伴 进行持续的培训和演习 可能将确保美国在未来数年内 保持水下优势 美国海军在太平洋区域 部署了20多艘攻击型核潜艇 随着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的推进 美国将在2030年初 向澳大利亚出售3-5艘弗吉尼亚籍攻击核潜艇 英国和美国最早将在2027年 在澳大利亚西部珀斯附近 派驻一支潜艇轮值部队 中国近年来也开始了潜艇外交 意图提升区域影响力 为解放军扩大海外后勤设施 提升在远离中国海岸的地区作战的能力 中国不仅加强俄罗斯 巴基斯坦等国的联合反潜演习 并且不断将本土制造的潜艇输出到邻国 巴基斯坦在2015年向中国购买了 总值超过30亿美元的8艘原级潜艇 泰国在2017年向中国购买了一艘原级潜艇 中国在2016年向孟加拉国交付了两艘民级潜艇 2021年向缅甸交付了一艘 专注研究国防采购和军工复合体的 地缘战略委员会Console on Geo Strategy 副研究员 英国议会高级职员艾玛 索尔兹伯里 Emma Salisbury告诉美国之音 虽然北京通过潜艇外交 与印太小国加深了联系 但这些关系更多地带有附庸国的色彩 而不是真正的友谊 中国潜艇技术发展最近取得了哪些显著进步 哦 提到中国的潜艇技术发展 这可是个深海大话题 我们得像潜艇一样深入浅出 一探究竟 近年来 中国的潜艇技术就像海底的龙虾 悄无声息地一跃成为海洋中的隐形猎手 让世界刮目相看 首先 让我们来聊聊中国潜艇的隐身技术 中国的039型常规潜艇 不仅装备了独特的倾斜操作 还穿上一身隐身衣 这可不是哈利波特的隐形斗篷 而是一种声纳隐身技术 这意味着 他们在水下的声音足迹更小 对手的声纳 就像是近视眼戴了假眼镜 看不清楚 听不明白 接下来 我们得提提中国潜艇的推进系统 就像汽车从手摇车窗升级到自动车窗一样 中国的新型核动力攻击潜艇 把传统的螺旋桨换成了泵喷推进系统 这种技术 在降低噪音 提升隐蔽性方面 就像是在图书馆里 悄悄翻书页 既快又近 让对手更难以捉摸 而在水下感测器网络方面 中国就像是建立了一个水下长城 这可不是给鱼儿的家 而是一系列高科技感测器的网络 帮助中国的潜艇更好地听海 摸笛 这些感测器 就像是海底的耳朵和眼睛 能够更准确地发现潜在的威胁 中国的潜艇不仅在技术上进步显著 数量上也是大幅增加 就像超市里的方便面品种越来越多 中国的潜艇也是品种丰富 数量惊人 这种快速增长的舰造速度 让其他国家的潜艇工业 看起来就像是在慢跑 而中国的潜艇建造就像是在冲刺 说到水面舰队 中国的潜艇就像是水下的铁机 而水面舰队则是海上的骑兵 中国的舰队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美国 这就像是在军队中招募了一大批新兵 壮大了自己的战斗力 但技术和数量的增加只是故事的一部分 潜艇的操作水平也至关重要 这就像是有了高级跑车 但驾驶技术也得上目考通过才行 中国的潜艇人员正在通过各种训练和演习 提高自己的操作技巧 力求在水下环境中游刃有余 尽管中国的潜艇技术发展迅速 但要想在水下世界中真正称霸 还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 就像做大厨 有了好刀好锅 食材也丰富 但要做出让人回味无穷的美食 还需要长时间的烹饪技巧和烹饪经验的积累 最后 我们得说说中国潜艇的外交 近年来 中国不仅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潜艇合作 还开始输出自己的潜艇技术 这就像是潜艇界的丝绸之路 不仅加深了与其他国家的联系 也提升了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 中国的潜艇技术发展 就像是海底的珍珠 逐渐从沙子中蜕变出光彩 虽然还有很多挑战和未知 但这个过程无疑是令人兴奋的 未来 中国的潜艇是否能在水下世界中掀起更大的波澜 我们拭目以待 美国潜艇在哪些领域仍然保持技术优势 在潜艇的世界里 美国就像是那个在海底悠闲滑水 时不时还能做个水下翻滚的老手 尽管中国的潜艇技术 如同海中的李宜月龙门 势头强劲 但美国潜艇在某些领域 仍然保持着技术的浪头领先 首先 美国潜艇的隐身技术 就像是海底的隐形斗篷 让其在水下世界中几乎成为无形 美国潜艇的声纳吸收涂层 和先进的螺旋桨设计 让他们在水下的噪音小到连海底的虾兵蟹降都无法察觉 其次 美国潜艇的传感器系统就像是海洋版的鹰眼 能够在极远的距离上发现并追踪目标 这些传感器不仅能够探测到敌方潜艇的微弱声音 就连海底的小石头移动都能捕捉到 再来说说推进系统 美国潜艇的核动力推进就像是海底的特斯拉 不仅动力强大 而且续航能力惊人 这意味着美国的潜艇可以在全球任何海域长时间执行任务 而不需要频繁地返回基地加油 在武器系统方面 美国潜艇的鱼雷和导弹就像是水下的狙击手 不仅射程远 而且精准致命 这些武器可以在数十甚至数百公里外精确打击目标 让敌人瞠目结舌 美国潜艇的通信系统也是一流的 它们可以在水下与指挥中心保持稳定的联系 就像是海底的WiFi 让潜艇随时随地都能接收到最新的命令和情报 在潜艇的生存能力方面 美国潜艇的设计 注重极端环境下的自我修复和生命维持系统 这就像是海底的生命之权 确保官兵在水下长时间执行任务时的安全 美国潜艇的人员训练也是世界顶尖水平 潜艇官兵经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 就像是海底的特种部队 它们能够在高压环境下保持冷静 准确执行各种复杂任务 美国在潜艇的研发上投入巨大 不断探索和创新 就像是海底的研究所 永远在寻找提升潜艇性能的新方法 这种不断创新的精神 保证了美国潜艇技术的持续领先 而且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潜艇支持网络 这就像是海底的后勤基地 能够为潜艇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和维修服务 最后 美国潜艇的盟友网络也非常强大 与其他国家的潜艇部队进行联合训练和作战演习 就像是海底的联合国 可以共同应对多种威胁 总之 虽然中国的潜艇技术发展势头猛烈 但美国潜艇在许多领域仍然保持着技术优势 就像是海底的老大哥 虽然年岁渐长 但经验丰富 技术精湛 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竞争的加剧 美国潜艇是否能保持这些优势 还需要不断的创新和努力 不过 至少在当前 美国潜艇在这些领域的技术优势 就像是海底的灯塔 照亮了水下的道路 中美潜艇对抗中 美国如何应对中国潜艇能力的增强 在中美潜艇的对决中 美国就像是一位经验老道的骑手 面对新兴而咄咄逼人的对手 他需要运用智慧和战术来应对局势 中国潜艇能力的增强 无疑给这场海底棋局增添了更多变数 那么 美国如何应对呢 首先 美国得继续保持自己的技术优势 就像是在棋盘上占据有力的制高点 这意味着美国需要不断研发更先进的潜艇 提升隐身性 传感器灵敏度 武器系统精度和通信能力 确保在水下的看和打都比对手更快更准 其次 就像下棋时要预测对手的每一步 美国需要加强对中国潜艇活动的监控和情报收集 确保能够及时了解中国潜艇的动向和意图 这可能需要部署更多的水下监听系统 或者使用无人潜航器进行侦查 美国还需要提升潜艇的反潜能力 就像是给自己的棋子增加防御力 这不仅包括提高美国潜艇自身的反潜战能力 还包括与盟友协同 共同构建一个多层次的反潜网络 在战术上 美国可能需要进行更多针对性的训练 提高潜艇官兵对中国潜艇战术的了解和应对能力 这就像是棋手们针对对方的棋风进行特训 磨练出更多应对之策 美国也需要加强与盟友的合作 就像是在棋盘上寻找盟军 通过与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等国的联合演习和情报共享 美国可以更好地围堵和应对中国潜艇的挑战 此外 美国还需要保证潜艇的数量和质量 这就像是下棋时要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棋子参与战斗 这可能意味着美国需要加快潜艇的建造速度 并确保现有潜艇的维护和升级 美国也需要考虑到潜艇作战的未来趋势 就像是下棋时要思考未来几步 这包括对无人潜航器等新兴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以及对海船作战等新战场的探索 当然 美国也不能忽视自身的后勤保障 这就像是棋手要确保自己的精力和体力 美国需要确保潜艇的后勤补给线路畅通 潜艇能够得到及时的维护和补给 最后 美国需要保持战略上的冷静和耐心 就像是棋手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健的手法 面对中国潜艇能力的增强 美国不能慌乱 而应该从容应对 制定长期的战略和计划 在这场海底对决中 美国的应对策略需要像海水一样深邃而不可预测 同时又要像海浪一样有力而连贯 通过技术创新 战术调整 盟友合作和战略规划 美国可以在中国潜艇能力增强的挑战面前 保持自己的优势 继续在这片神秘而又广阔的海洋棋盘上纵横百合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 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